小妹妹 小妹妹, 哥哥想問你很久了 我看你又在寫字, 有電腦又在玩 你不怕悶嗎? 我也想玩電腦, 不過我電腦被黑客入侵了 動都動不了, 所以我就天天在寫 小朋友這麼久講錯了, 妹妹, 你知道嗎? 我真誇張你 怕黑客呢? 為什麼你不用Sup-Sup VPN? Sup-Sup VPN? 沒錯, 是Sup-Sup VPN Sup-Sup VPN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VPN品牌之一 它可以透過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連線 將身份保護以及掩護上網痕跡的功能提升至全身的高度 而且不會被監察, 追蹤, 或者儲存任何線上操作 即是表示不設任何連線或活動日子紀錄 隱藏真實IP之後就沒有辦法追蹤到你的線上身份 從而有效保護你的私人 現在輸入這個獨有的Promo Code可以獲得1.7折 即是83%OFF 並向有3個月的額外折扣 還不斷嘗試 好痛啊, 哥哥不好嗎? 哥哥不好嗎? 我爸爸回來了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衝去美食的金集 好了, 不得了, 你見到Mandy Mandy Mandy會 她是叫Mandy會 但她心目中的地位是Mandy姐 為甚麼呢? 你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說實話, Mandy她幫我接了一年 商場VPN的工作 然後在我威迫理由之下 終於可以捉到Mandy姐上來的節目 是 我們今天這間餐廳就是一間泰國餐廳 之前來過吃, 我覺得很好吃 之後再來吃一次 我就決定過來拍一些東西 不是, 是我先介紹你來吃的 你記不記得嗎? 你跟我說過, 這間餐廳好吃 是啊 但不是你介紹的 剛好有一次有朋友說 要慶祝Bag Joe贏拳 就說約了吃飯, 就來這裡 所以就來了, 我吃了 嘩, 真的好吃 所以嚴格來說, 不可以說是你介紹的 你給我提過一下 OK, Fine 是朋友介紹的 我都不跟你爭了 OK 那我們的頭盤就來了 首先有這個 醃生蝦和醃鮑魚 都是Mandy姐叫的 這個醃生蝦有點特別 它是用日本的天使蝦去做的 可能跟外面有點不同 這個醃鮑魚我就沒吃過 其實我也沒吃過 那我就先試一下 你要吃什麼吃? 先吃蝦 你吃不吃辣的? 我吃辣的 你吃辣的? 我的那個蒸水 蒸水 我試一下這個 因為它表面是有些 泰椒和蒜頭給你夾賣的 那應該的風味會比較厲害 那這個其實之前也吃過幾次 我就不再習慣第一次吃 咬下去是不會有點爽口 而且很鮮甜 而且這個醬汁就酸酸辣的 也挺好吃的 你怎麼看? 這個醬汁就太大了 我們先試鮑魚好嗎? 好 不過鮑魚上面好像有很多醃料 有些洋蔥 謝謝 這是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 一些脆脆的 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鮑魚是很多洋蔥 對 洋蔥是很開胃的 酸酸甜甜的 而且鮑魚是不錯的 它是把你分開兩半 那女生來吃 那也不怕吃 有鮑魚放進去 就吃上不好看 你很喜歡的鮑魚 你也喜歡 夠彈牙 不怕硬 不錯 就是以後頭款來說是挺好吃 挺開胃的 我看你喜不喜歡吃洋蔥 又不喜歡吃洋蔥 可能就不對 嗯 開胃的 有什麼想跟鮑魚說 你很好吃 我代理說 挺好的 男生可以學習一下 吃完鮑魚的時候跟鮑魚說 你很好吃 真的一個禮貌 原來就是不聲不聲 女版霍霍 又叫了鮑魚 又說最喜歡吃鮑魚 是你喜歡吃的 我吃腸的 你開腸道而已 我親人吃腸 你也對 你親人吃腸 你親人吃鮑魚 第三道菜 就是這個脆皮燒肉 但由於時間關係 你看看已經燒了一塊 有人偷吃了 首先試吃 你的豬丁 不安的油 我豬丁 但這個是我來到的時候 我每次來 我一直叫 因為我第一次來吃 我覺得很好吃 它是特地叫人去泰國 學回來的 我覺得這個再香口一點 中式那個偏油膩一點 我覺得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分別 而且它沾這個醬是不同的 這個是有一個 豬油 我不怕這個是它特別做的醬 我先試一下 試一下 但這個我來到的時候 我一定會叫 因為它很脆 它又很香口 而且吃起來又不會很肥 就像我這樣 一點肥 但肥而不利 我不知道 我沒吃過你 這個豬油 有點甜 但它跟平常的甜豬油有點不同 但它有稠一點 對 但它的甜味又不是 它好像真的甜 它很甜 這個很特別 我先吃這個炸通菜 我先試過不蘸 不過不蘸 如果不蘸 通常會比較稠 如果太多 你吃了薯條 這個炸通菜也不錯 如果喜歡吃通菜 或者不喜歡吃菜的朋友 應該都喜歡吃 因為它炸出來你吃完 就不像菜 Mandy說得對 像薯條 如果這個醬汁可以辣一點就好了 辣一點吧? 這個醬汁可以嗎? 加上這個燒肉 哇 很棒 不行的 不要喝了 我選你 不要亂來 你這麼跳脾 這是魚豬醬嗎? 魚豬醬 魚豬醬 有味道 魚豬醬比較稠 這個有點像 甜 但它沒有魚豬醬那麼稠 這個我應該可以一個人吃一盤 那我不如問你 魚豬醬還是這個 哇 很難選擇 如果魚豬醬和這個 那香腸 可能是 太美了 魚豬醬和這個 可能會是這個 真的嗎? 因為魚豬醬 雖然你喜歡吃 但是魚豬醬好像 到處都要吃到 而且自己錄都好吃 好像很難吃到東西 你不能吃 這個世界只有一樣 你自己能選擇一樣 我們只要吃一頓 我們只要吃一頓飯 是啊 根本就有很多難題 魚豬醬 香腸和這個燒肉 是 香腸 我經常知道它很喜歡吃魚豬醬 香腸 香腸 我真的能做一頓飯 就是魚豬醬 哈哈 因為我喜歡吃魚豬醬 我們上次吃火鍋 我叫魚豬醬 叫到它好像嚇到 不知道為什麼 但其實我沒有叫很多 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吃過美式 原本是準備一頓酒飲 然後我問 麻煩魚豬醬 魚豬醬要整排 放進去 其實那裡有幾隻 八隻還是多少 十隻 十隻 就是這樣 本身已經有一陣子 所以我們已經吃了24隻 一陣子就像吃嬰兒一樣 沒有 你們覺得我沒有 我明明說一陣子就一起吃 你就經常吃 好了我們下一陣子吃來了 首先有這個海鮮冬蔭公湯 辣椒糕炒大廈 還有這個龍湯牛丸牛腩 很貴 那這個冬蔭公湯我每次來都叫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酸的東西 但這個 它酸得來 但它又很夠辣 所以我覺得 剛好平衡到 所以我覺得是好喝的一個湯 所以這個冬蔭公湯 它就是 挺酸 而且挺辣的 你看看你能否接受到 有些沒有那麼酸 沒有那麼辣的 我以為你說得太壞了 有這麼多 不要碰 它又真的有一點回甘 又真的 是不是啊 那你說一下 你怎麼說 酸啊 我也是 先加鮮 我覺得這個冬蔭公湯 是跟外面的不同 因為它加椰奶 是比較多 所以你喝下去的質感 是比較厚的 你覺得嗎 我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不錯 我認真的 你別以為我是一個假人 不是你 我不是 網紅 我感覺 很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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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喜歡喝湯嗎 我不喜歡喝湯 我小時候媽媽經常給我喝湯 所有陰影 很厚的 很厚的 小時候媽媽沒有煮過冬蔭公湯 不是啊 你想想 小時候媽媽不會煮冬蔭公湯 所以冬蔭公湯不是我的陰影範圍內 其實粟米湯我喝的 然後冬蔭公我喝的 有某些雞湯我也喝的 不像我媽媽煮的 心情雞湯 那些都喜歡 挺好笑的 你這個人 我現在就試試這個 牛丸 牛腩 貴雕 這個你叫的 其實全部都你叫的 是 只有燒肉是我叫的 你知道嗎 怎樣 要不要真實一點 平時牛丸會爽口 彈牙很多 這個偏向軟 我試牛腩 夠軟 我剛剛吃了一塊牛腩 牛腩 牛腩很痛 但是不客氣 好像挺香的 沒有它的麵 加一點點湯 它的湯很夠味 我想說 貴雕我不會說 貴雕就正常 但是湯很夠味 加上牛腩 很軟 牛丸就看你喜不喜歡 都很好吃 但是我喜歡那種 你知道我喜歡吃哪些 給你看這個牛腩 你看到嗎 為什麼你給我邊邊 你給你中間的 不是 兩塊都是你的 是嗎 兩塊都是你的 客人 你看到嗎 很漂亮的 這塊都是我們Mandy妹的 不是 我開玩笑的 不准開玩笑 吃完吧 我們真的要快點吃 又冷了 又冷了 很滑 OK 嗯 先試一下這個 很棒 怎麼樣 冷了 所以一定要配合 我想說 冷了之餘 又不是有脂肪味 有咬口的 但是不怕硬 然後牛腩味很濃 你怎麼看 認同你的說法 是不是有點新意 但是這個 真的的 但是真的冷了 這個是我第一次來吃 就有吃到 這個是我自己加的 Mandy姐是沒有喊的 我是加了燒肉和牛 我覺得這兩個都好吃 好 我們試一下這個蝦 這個蝦沒試過 Mandy妹妹 試一下 OK 你看看這個蝦殼 它已經是斬開了蝦 然後蝦殼 可以這樣 已經是拿出來 所以這個是挺貼心 我沒吃過這個蝦 這樣 哇 那個殼這樣拿出來 我的蝦還沒拿不到 我的天 試一下 我先試一下 很香 但是它不是很辣 就是它是屬於… 它比較甜 對 它偏向甜甜的 香香的 但是看起來很辣 但是吃起來是不怕辣的 如果它可以 多一點醬汁 我會更好 因為這個醬汁 我覺得是用來拌飯 是用來送到超多碗飯的醬汁 這個其實有點像… 辣糕炒花甲 對 它的醬汁就像平時 泰式炒花甲的醬汁 就是那樣的 就是那樣的 那樣的 就是淋氣的 淋氣的 淋氣的 都很棒 OK 喝一杯吧Mandy姐 乾杯 乾杯 你也是習慣這個姿勢 是什麼姿勢 就是這樣 有些人會教我最低 要低一點 要低一點 看別人的 對著你來說是低一點的 我最低 我最低 看我對什麼人的 對其他人是這樣的 你過來 對 很像 戴文膠 不像人家的 那些 我收集了一些問題 很多人都想了解Mandy姐 其實有很多問題嗎 真的很多 第一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我們看完這個問題後 我才知道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 Big Bang的太陽 是這樣的 以前有一期 Big Bang很紅很紅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都不追星 然後我的朋友 就好像要做Big Bang 好像瘋了 他就說 你相信我吧 你跟我去看一次 我買了票給你看 那時候一張票也很難求 然後他買了VIP票給我們看 然後他去了 原來真的這麼棒 澳門 香港 那時候去香港看 我們追到香港 那時候好像是他們入營之前的 最後一場 謝謝 然後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喜歡太陽 你知道我是好像太陽嗎 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真的嗎 你不知道嗎 頭痛版的太陽 什麼 像不像 什麼 太陽是比較像 不是嗎 但太陽很像 太陽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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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問題 那你有沒有喜歡這個明星 你 我不是明星 神經病 但你心目中就像發光的星 閉嘴吧 說真的 假如什麼 真的 我自己 認真的 Ali 我幾個時候 我曾經掙扎過 很想Post上IG 但是我怕 人們會當我瘋漢 或者當我變態佬 我一直不敢Post 但是我和這段片段 給大家看一看 然後曾經Ali出了Post 就跟大家說 萬安 然後再說萬安 那我打算 吐回她 早上 但我也沒有 我怕人們會當我瘋子 我記得很久以前 我跟著一個工作 是你和Ali拍攝的 那時候 你是不是沒有這麼喜歡 那時候 其實 我覺得她很nice 但是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很緊張 還有在拍攝 沒有太多聊天之類的 但上次和她做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她真的 很可愛 認真的 跟她的形象不同 她最近看了 被人弄股那片 有沒有替她不值 有的 她很生氣 哈哈哈哈 我那個時候 要兩下臉皮膠 就像我看完薑編一樣 嘩 嘩 嘩 我自己覺得很難得 所以我挺喜歡 這件事 還有Asa Asa 也是我以前的偶像 但當真的見到真型的時候 嘩 我就覺得很棒 我用了以後也很喜歡 那些絲帶有沒有串 這件事 但有意外 又沒有這些東西 我有欣賞的歌聲 我會欣賞連絲牙 連絲牙 你之前說過 我是喜歡她聽她的歌 好啦 姜B呢 姜B我不想再說那麼多 你進了別人的粉絲 我看到 你不要犯了 是啊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這個呢 她首先是稱讚你 Mandy很美女 何時會結婚 結婚那些我順其自然 以前會有設一個歲數 但現在都沒有 因為當時 切了都見不到 都沒得見 當然是這樣 因為當時沒有拍拖 我沒有拍拖 是啊 一段感情好像需要昇華 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 是很自由會做這件事 就不會說 譬如我上30歲結婚 不會 但我也希望可以 30歲以內 30歲以內 對 因為我自己也肯生嬰兒 所以好像有子 趁暖身中感到會好一點 為什麼會有眉辣呢 因為其實很小 我已經認識了熊子 我們那時候出去玩 你們玩是去公園玩 還是去哪裡玩 我們去酒吧玩 啊 酒吧玩 文青座店 因為我小時候玩 就去公園玩 是嗎?你不是去K場嗎? 那個大過了 大過多大? 15歲 是啊 好 好像喝了一年 喝了一年就走了 之後就沒什麼亂想 直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突然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 微辣是 可能第四年 第四五年左右 然後她就打給我 Mandy 你們有什麼搞啊 畢業了 不如進來微辣 其實我當時 我是想做藝人助理的 之後呢 老豪說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們請了人 但是呢 我們講過報告還好玩 還有挑戰性 你不如進來試了 試試一下 其實到現在 準備做了四年 這個我挺有興趣 不知道答不答得 看看 就說你試過一個月幫公司 賺到多少錢 最多 一個月 說不可以 其實數字就不可以 生意秘密 你試過賺到多少錢 是不是一個月 我講過大概 應該七位數 一個月 七位數 對 但是一定不是五六百萬的 因為一個季度都沒有 不同的 不同公司任有不同的 KPI 沒錯 Mandy姐幫我接了 一年的ServeServeVPN廣告 是12個月 對 每個月都會看到一條 就是Mandy姐一次過 簽了12個月 大家記得 要再多點支持我們ServeVPN 還有你們還有五個月看 五個月還是六個月 暫時最少 可能她看完之後 很棒 再多買它十年 再多買它十年 這樣就行了 OK 那就靠Mandy姐 會不會考慮做幕前 不會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如果做幕前 都不是現在的年紀念做 但是 我個人又很矛盾 如果真的要做幕前 我就應該 我不會是做演員的幕前 也不會做KOL那種 我只是林拉人 你會喜歡做主播 直播 直播的主播 因為你喜歡剃直播 對 我喜歡剃直播 還有做幕前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的 你喜歡另一半 強勢一點 還是溫柔一點 我很矛盾 如果Overall來講 應該喜歡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對 所以你在這段關係 你是不是比較強勢 對 我比較強勢 你有沒有試過踢男人的頭 沒有 沒有 批爭的有沒有 沒有 插板 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當初如果不入味辣 現在要做人什麼 不知道 完了 就是這樣 我小時候都沒有 你有嗎 我小時候有 有什麼 做薑絲 我講真的 薑絲看我和薑絲 是不是醉了 我看我和薑絲的約會 我看見 放天有的 這麼厲害 我大過一定要做薑絲 薑絲很有型 我小時候想做薑絲 但薑絲不是一個職業 我做薑絲還需要職業 然後就去到 就回來了 我還需要找職業 但我大過發現 原來暫時不可以 那你大過想做什麼 我想做小朋友 你一個大小的 我成功了 YEAH 好嗎 OK 算了 我們不要出去了 我醉了 你醉了嗎 我不可以喝 我一杯就醉了 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我要做直播 再一次很感謝Mandy 真的很給臉 我想說很難 你看到Mandy上來 沒關係 你不要弄得我們穿這麼高鬥 不是高鬥 因為你們不是幕前 你想上鏡 你就自然會做幕前 因為你不做幕前 可能你不想上鏡 再一次多謝Mandy姐 以下就是Mandy姐的IG 大家喜歡我們追蹤Mandy姐 Mandy妹 她喜歡人家叫Mandy妹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 拜拜